巨爪地缆 剑齿虎和猛马象 三个史前动物固娃闹出不少笑柄 猛马象蛮泥又因为毛茸茸 含后巨大 深受喜爱 很多人可能以为猛马象就是有史以来 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 但其实在史前时代 真正的陆地霸主是一种五角巨蜥 没错就是它长颈鹿般的脖子 像大象一样橱壮的四肢 因为没有脚 比起认知中的犀牛 更像是马来摩或马的祖先 这种巨大五角犀牛主要生活在亚洲 它们的化石曾在中国蒙古等地发现 推估生存在3400万到2300万年前 结果不是猛马象蛮状 而是猛马象的形状 特别是猛马象 它们究竟有多庞大 不仅身长可达7.4公尺 肩高能到4.8公尺 体重更为惊人 可达17吨 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 非洲象放在旁边比较 身长和高度还稍能比拟 但看到体重整整差了5倍左右 虽然死前巨蜥无疑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 但因为现在发现的化石不够完整 还无法确定巨蜥的确切体型 有科学家就认为其他已经灭绝的巨兽 像是古灵史象或草原猛马象 可能都会威胁到史前巨蜥的霸主地位 东西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